如果我们去看现在市场消化了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可能市场有机会七次 现在市场应该价格了最少加五次 而且其实市场纵使大家可能怕三月份的加息 其实大家不是怕加不加息 而是大家只不过在估计 怕加0.25还是0.5 在加息次数方面 当然跟我们之前有点落差 但其实我们就觉得不是太重要 因为其实最重要是看市场消化能力有多少 但其实如果现在我们看期货的反应 其实市场已经预计了有大概三成多的机会 是会加0.5的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加0.25的话 市场绝对应该已经很容易消化到 你说去到加0.5的话 其实可能都只不过震一震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回现在整个美国的经济情景 或者通胀的情景 其实如果联储局要大步加息的话 其实应该是头半年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去看通胀数据 其实今晚当然会有个CPI去看 但其实最重要如果我们去看宽一点的时间 如果今晚的CPI不是突然远高于预期 去到百厘楼上的 我觉得市场就已经会开始炒第一季通胀见顶 因为有个基数的效应 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第二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去留意之前通胀的数据 大家都是在说怕 例如二手车 或者能源价格不断上升 但是其实 二手车那方面 其实都已经 就是那些车厂 或者叫做交易商 其实都已经说了 就是说其实二手车 开始的价格已经是回落的了 所以如果在加息的步伐上面 如果它头半年不是加得快 后半年其实我们觉得加息的进程 应该是会慢一点的 所以就暂时 我们都是维持着 第一季其实是中长线一个买入机会的 甚至其实年初一月份的时候 都有提过如果说今年的风险 不是市场上面 经常都说什么加息风险 收税风险 而是会不会有个最大的风险 是大家miss out 一个明明中长线去买货的机会 而变成中长线 变成低位去打 打走自己的货的情况 这个我们会逐步逐步去跟大家跟进